在芦州有一间清乳酪专卖店 老板特别向日本甜点职人老师傅学习 使用严选的原料 做出讲究不将就的质感甜点 口味多达十几种 展现了职人精神 一片片清乳酪看起来相当可口 虽然清乳酪的制作过程 不像一些稀释甜点的步骤那么多 但是如同它软绵的外形 需要细细呵护 其实它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简单 因为它清乳酪是一个 比较需要呵护的甜点 那因为我们的口感 跟以往外面的清乳酪 口感会不一样 我们的口感吃起来是入口即化 像云朵般的 对所以呢我们的非常的细致 看似简单却有很多技术在里头 这些清乳酪都是日本甜点职人 亲自飞来台湾教学 老板在因应台湾气候与口味调整而成的 还特别请了翻译 达人不愿曝光 过程中不能录音录影 得靠老板一笔一笔的笔记记录 那当然因为他是日本的职人 我认为他是打人 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师傅 但是他因为年纪比较大 那他也说他已经退了 所以他完全不想要 也不希望我去拍照 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 原理上就是靠笔记本和记录去记 因为日本人做事情很有原则 他只希望你好好的学习 专心的学习 对所以当初我们过程中 因为他将语言的关系 还蛮辛苦的跟大家学习 为了让客人吃到最新鲜的蛋糕 青乳酪每天限量制作 使用台湾水果 在地小农农产制作而成 而玫瑰柠檬塔也相当吸睛 那首先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青乳酪草莓 初学草莓的部分 那它也是我们母亲节 卖最好的蛋糕 那还有就是我们父亲节最热卖的口味 就是芋头口味的 那它吃起来口感呢 就是比较轻盈 然后像是云朵般口感的那一种 轻柔的绵密感这样子 玫瑰柠檬塔算是我个人 比较喜欢的口味这样 我的最喜欢的甜点 那这个的话吃起来的话 它就是会甜而不腻 然后它是独特有柠檬的酸性在 所以说喜欢吃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看这样 我们都希望客人 吃到最新鲜的蛋糕 所以我们的蛋糕都要提早 三天前先预定 那三天前预定之后 我们会当天新鲜制作 那当然我们如果没有预定的客人呢 我们还是每天会多做一些些的量 提供给现场购买 那只是说现场购买就没有办法 指定口味 就看依现场有什么口味为主了 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营业时间 因为蛋糕卖完了 我们就会提早休息了 另外还有巴斯克乳酪 口味较为浓郁 有牛奶焦糖的味道 老板表示甜点如同店里的logo 蛋型的轮廓是对蛋品品质的坚持 樱花则代表着职人精神 也将职人的好手艺与精神延续下去 记者沈志佑林家珍 卢州采访报导